Epic Chinese 李博士中文 大家好 这里是田命黎汉语率性谈 一家之言 尽情指正 今天我们讲监语句 先看黄博荣 廖居东先生 现在汉语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监语句 指的是 由监语短语充当 谓语或独立成句的句子 叫做监语句 根据监语前一动词的 与意义常见的监语句 有以下的几种 有使令式的 有爱恨式的 那么使令式的呢 是前面的一个动词 有使令的这个意义 能够引起一定的结果 常见的动词有 请使叫让 太吹逼求托 命令吩咐动员促进 发动组织号召 鼓励等等 比如说这个句子 老师鼓励学生 学好功课 那么鼓励 学生 学好功课的是老师 那么学好功课的人 是学生 所以老师呢 和学好功课没有关系 这里 主语 等于是改换过一次 是老师鼓励学生 学生 学好功课 第二个句子 微笑使你年轻 那么微笑只是对你有作用 那么年轻的是你而不是微笑 这样的句子叫做简语句 至于爱恨式呢 有一些争议吧 今天我们就不设计了 我们可以看句子 这个北大 北汉语里面的一个句子 我叫雅雅 本是一个快乐 妞妞 可为了给我取一个大名 劝让爸妈费尽心机 我们看这个让 就只是个死灵动词 这就是一个 简语句 但是我们看这个简语句 是不是用的对 先看这个句子 我叫雅雅 本是个快乐妞妞 这个本 原本的意思 如果你用了这个本 好像是 现在不快乐了 所以没有必要用 可是为了给我取一个大名 这个为了给我取一个大名 我们的逻辑 主语只可能是爸妈 而不可能是我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偷偷地改换过一个主语 却让爸妈费尽心机 谁让爸妈 当然不是我 是为我取大名 让爸妈费尽心机 这个我觉得可以表达的清晰一点吧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叫雅雅 是一个快乐的妞妞 爸妈为了给我取一个符合我性格的大名 加一个定语 和前面的快乐妞妞 才有产生了关系 不然的话和第一个句子也没有关系 所以原句 这个简语句用的并不好 完全可以不用简语句来说 这个句子也是一个简语句 北京大学伯雅汉语里面六册 这时我就想 要是能有一盏灯 都好 它在黑夜里闪烁 即使是一闪即使 也能给我一份期盼 一个方向 一个往前的信念 我们考察一下这个句子 我就想是一个独立成分 我们可以不去管它 这时是一个时间状态 要是能有一盏灯 这个没有足语 这个就是一个没有足语的简语句 要是能有一盏灯 这个一盏灯就是有的兵语 同时也是后面的在黑夜里闪烁的足语 所以这个它根本就不能用 这个就是监语句的误用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语料库里面的用法 北大语料库里面有个学生问他 这个就是监语句 有个学生这个学生就问 我们不必要说有个学生他问 下面也是这样 有个前任秘书长叫许水德 我们也不能说 有个前任秘书长他叫什么什么 有个女同学还说 我们也不说有个女同学她还说 所以监语句它有它的格式 不能够随便用 再看这个北京语言大学 新世诱汉语课本第五册里面的一个句子 在名字的问题上谁也不想炒算 这里当然是说取名字 因此呢一个地方上的最有学识的人 这个是主语啊就会不断的被人讨教 成为一个被动式了啊 给起一个名字 这又是主动的 这个句子 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 我想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建议句 在名字的问题上 或者是说在取名字的问题上 这也不想炒算 因此老百姓往往请地方上的最有学识的人 为他们的孩子起一个名字 非常简单 就用一个简议句 就把事情都说清楚 用不到什么被动 被动再有该主动 北京语言大学新世语汉课本第四册里面的一个句子 咖啡屋的桌子椅子杯子和墙壁都是咖啡色的 屋子里又暖和又清静 这两个句子中间是一个逗号 如果是一个逗号 当然他们这两个分句之间应该有某种逻辑关系 那么这个逻辑关系应该是因果关系 是因为咖啡屋的桌子椅子杯子和墙壁都被砌成了这种咖啡色 所以屋子里就显得又温暖又清静 虽然没有用这个因果廉词 但是意思是这样的 这样的句子实际上就是因不足以为过 这个原因不足以为过 前面已经提到了 这个咖啡屋里面的人很多 既然多也不可能是清静 咖啡色显得温暖 这个倒有可能 怎么改一下呢 我们可以不用一个副句而用一个监女句 我们可以说咖啡屋里的桌子椅子杯子和墙壁都是咖啡色的 使得屋子里显得别致而温馨 这个就对了 就是前面的所有的这些事情 使得这个屋子显得别致而温馨 这就是一个简句 这样改呢 应该是符合句子的原意的 今天就讲到这儿 谢谢收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